说是谁把小雪变成小宝宝的 是我 是我 明明是我才对 不许吵 快说实话 确实是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是谁把小雪变成这样的 觉得是小精灵的 发送依依依 是魔女凯琳的 发送R2 是艾莎的 发送333 伙伴们 快发送依依依 真的是我把小雪变成小宝宝的 小雪 你怎么了 我去考了99分 不敢回家 为什么 99分不是好成绩吗 妈妈说没考满分 就是不努力 她肯定会批评我的 小雪生的生活太苦了 小精灵 你帮我变成小孩子吧 就是这样 王后 你批评我吧 可小雪现在变成了宝宝 不是小孩子 所以肯定不是你干的 那是谁 我都说了 是我干的 快要 多好看的帆船 小雪 你为什么要把它扔了 颜言的模型大色 我是当初第一名 妈妈让我重做 可我已经做许可了 妈妈还是不满意 做小孩子好难呀 凯琳阿姨 你帮我变成小宝宝吧 我为了让小雪开心 就让她当一天小宝宝 只有一天 可小雪变成小宝宝已经两天了 看来也不是凯琳干的 艾莎 是你吗 你们终于想起我了 没错 就是我干的 我奶奶 我奶奶 魔法怎么失笑了 小雪 你想当一辈子小宝宝吗 我来帮你吧 艾莎 你真的能做到吗 那当然 我可是修炼了好久呢 等你变成宝宝 我就是童话王国最漂亮的人了 那好 你变吧 事情就是这样 艾莎 你太过分了 快把小雪变回来 我不 艾莎 你如果不把小雪变回来 我就把你关进坏人管理局 不可以 我这样做是为了小雪好 如果变成小宝宝 妈妈就不会对我那么严格了吧 那好 艾莎 你变吧 小雪是自愿的 如果不找到小雪变成小宝宝的原因 她是变不回来的 还在找变 明明就是你把小雪变成这样的 我以王后的身份命令你 马上把小雪变回来 王后 你别生气 艾莎没说谎 小雪变成这样 真的不是因为她 那是谁 童话王国只有你们会魔法 王后 在小雪请求我们帮助的故事里 都出现了一个人 你没发现吗 妈妈说 没考满分就是不努力 我以前做许课了 妈妈还是不满意 如果变成小宝宝 妈妈就不会对我那么严格了吧 难道 是我 是我把小雪变成这样的 恭喜你 终于猜对了 小雪 对不起 是妈妈错了 我以后不对你那么严格了 你快变回来吧 好 小雪 突然间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